欢迎来到夏普演 立即注册,以免错过引人入胜的消息 以下是今天的新闻 点 赵露丝的演技出人意料的在后浪中大获好评 赵露露主演的电影后浪在2023年上半年引起关注 尽管对剧本和情节进行了批评 但赵露丝的演技被认为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在影片中 赵露丝饰演孙头头一个纯洁 热情、善良、豪情的女孩 从小成为父母的孤儿 这个角色被认为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典型的角色之一 赵露丝的演技给观众带来了生命和凝聚力 不仅受到观众的高度评价 人民日报还对赵露丝的上手演技赞不绝口 本报评论说 他的表演是这部电影的唯一亮点 赵露丝说 他总是害怕走出安全区 专注于扮演适合他实力的电影 这一说法得到了众多贾汉的支持 他赞赏他的决定 并与迪丽热巴在最近的作品中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相比 电影《后浪》是一部独特的医学作品 与同期电影相比 呈现出一个新的故事情节 这部电影围绕着孙头头的生活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孩 但面对父母的孤儿生活 他会见了任心正教授 并参加了传统医学传承班 以改变命运 虽然后浪在剧本上受到负面评论 但赵露丝的演技却提升了这部影片的水准 引起了观众的关注 他成功地以真实和热情来表现孙头头的角色 感谢您的观众